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兆荣师兄 蔡明辉师兄 杨明珠师姐 陈慧芳师姐 感恩四位菩萨来到现场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轴要环扣在高雄气暴之后 所有投入救灾抚慰的幕后英雄 首先要从兆荣师兄 他将事业上的专业功能 化为事业的良人来说起 先看第一段影片 这里是位于高雄市林雅区 英明里的气暴现场 随着大雨之后而来的炎热天气 为预防登革热疫情的蔓延 郭军弟兄们马不停蹄地进行防疫措施 而慈济志工陈兆荣 在这次高雄气暴的救灾过程之中 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是我们的英明里 英明里我要去访市的时候 那我们把它制造出来就是一个区域的图 这个是利用市政府它的一个 每个区域的一个现况图 那现况图它有分配了一些道路 它的道路我们是把它做一个 它的建筑屋属性的分区 对出生于彰化后来定居于高雄已经多年的他而言 这里俨然是他第二个故乡 对于能够运用自己的专才来协助救灾过程顺利进行 无疑是充满使命感的他最为开心的事情了 就如同陈兆荣事务所里的员工们所分享的心情一样 当看见自己家园遭逢困恶 付出一点小小的力量 对于他们而言一点都不算什么 但也就是这股付出无所求 尽力不鞠躬的态度与想法 才造就出重建希望的大大力量 一发生的当下的时候 你也是看到真的是心酸 这条路线其实已经在这边居住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沿线这样走过来 你所看到的都是你的邻居 那一夜之间感觉就像一个死城一样 位于凯旋路以及二胜路口的 这个慈济关怀服务站 在第一线坚持了二十天之后 今天也要功成身退了 当初我们的中文中文章 应该是在以前国小 因为炮炸点这边非常的厉害 因为两位一个小队长 还有一个秘书都在这里赎装掉 所以说整个这边路最严重 距离这个五天国小 这里太阳了 我们怕这里工作连连 或者这个下方队很多 当初跳连队 可以说说全部出动 还有那个阿兵哥 都是整台整台 我们怕他们茶水不够 或者这个口罩 什么各方面不够 我们要设计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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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物资如果说把它收一下 就不要仪式实在是太大了 也不用去抢救那个盐水的店面 只能够苦中作乐 一句苦中作乐 贴切地描绘出许多慈激之工们 在这次气爆的救灾过程中 心里的煎熬与无私 有的人家中淹水 有的人边工作边帮忙 有的人病倒 有的人承受家中的压力 但也在这么多的坚持与不放弃中 终能圆满成就 辛苦了 你们这群无名英雄 是啊 今天要感恩所有幕后的无名英雄 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 只是其中的代表 特别是慈激之工的部分 先来说赵隆师兄的部分 我们刚才看到他自己 也是一个经营事业的专业祭司 金吟斗就是你去那位高雄特別帶来 英明禮就是你公司的禮 你的公司在哪里 刚刚是在凯旋路的505巷 在这个区块10里面 这个10号 所以说这条路 凯旋山路 这是二胜路 对 这是七爆点 七爆点这个所在 对 七爆点往凯旋路 就是刚好公司 就是在凯旋路旁边 我请教一下 你不是担公司吗 对 我住在和平路上面 你经常来到你的公司 在七爆的隔天大概六点多 六点多就到了 八月一号的早上六点多 对 六点多到公司来 你走到这个地方 看到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么熟悉的地方 怎么突然风云变色 一夜之间这么熟悉的人 马上直接听到的就是 邻居好朋友受伤 其实那个当下 真的心里面相当的不舍 这是第一个感觉 对 所以如果可以透过你的专业 把他化为助人的力量 我相信你一定是使命必达 所以说当我们拿到这个队 你干冥的工跟你的当众人 干冥的工 我们眼前看到这样子 不仅分区 123456790分了35个区 然后把每一区 每一户有多少 我這個每一棟有多少建築物 都給他統計出來 對 像今天你帶這份就是 英明里我們分為一至三五 一共有三十五個區 從第一個區到第三十五個區 那因為我們擔心就是 可能有一些仿式的師兄姐 並不是很熟悉 整個我們英明里的一個狀況 那我本身就在災區裡面 對這個現況最清楚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完整的資料 我們把它區分成三十五個區 那每一個區的一個建築物的屬性 把它作為一個歸類 那可以讓我們師兄姐 以最快速的一個時間 那去代表上人去對災區 表示關懷之意 真的有智慧 是 所以說雖然敢說 連夜敢說 但是絕對有值得 對 是值得的 你自己剛才說 你的公司在這裡 聽說你有兩間店 他們也在凱旋三路上 做人做行李 店鋪就直接在 就面對凱旋路 就等於最嚴重的氣爆的一個旁邊 那你的宿舍 總共怎麼樣 那真的都相當的感恩 包括我的房客 也沒有什麼財務上的一個損失 那另外包括我的建築物 都沒有任何的一個損傷 對 所以其實當下就跟師姐說 我們真的是相當的一個慶幸 這麼大的一個災禍 我們還都是平安 所以當下我們當然就是跟我們的房客提出說 是不是等道路通了以後 你可以在做生意的時候 那個房租再來開始來跟你收 哇 你真的好貼心喔 就是希望大家共渡難關 對 因為我們也相當慶幸 就是自己都沒有什麼損傷 平安的人要來祝福受災的人 對不對 除了我們有這一群 哀家哀戶拜訪的慈濟志工之外 也要跟一群為時代做見證 為人類寫歷史的曾善美志工 今天我們的明慧師兄是做代表 跟大家報告 高雄的師兄師也就是可愛 就是熱情 今天你看 台下 這一群藍天白雲的 就是曾善美志工代表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來支持明慧師兄 一位上台 你就覺得說 感恩感恩 慈濟人可愛可愛 你這樣做曾善美也十年的時間 這次拍到你的錄影機出去 將畫面記錄下來 聽說第二天早上你就出門了 對 白雅一號 你這樣將軍一個月以來 你心裡看到什麼 讓你感動的為民事 就一個部分 我看那個畫面真的 他們為了找我們這個 最辛苦的消防主委 還有小隊長那兩位 那兩位 因為一直要找到 然後他們真的是 不管是白天或黑夜 就開始挖 那個土挖出來 這樣抬抬 這樣去看有沒有什麼毛髮 或者是衣物 要拿出來一眼 那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而且我們知道 我們那個消防人員的兄弟之情 都非常的比親人都還親 所以說他們都是沒有挺 包括我們這個國軍弟兄 還有各地來的那個 紅石自衛的救人 是 所以說在這邊 我們也要感謝這一些 這一次真的 非常大的那個影響 讓我們這個氣爆 損失了我們七位 剛好七位 警疫消人員 所以說在這邊 我們代表我們這個 受災戶 還有我們那個 這個受災區的 感謝這一些 對 往生的受災人員 我想這應該都是所有的 幕後這一群英雄們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精神 所以當你放下了這個攝影機 我想你心中 滿滿的感恩跟感動 對 會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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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們在做 我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都覺得說 自己所做很小 但是跟大家報告 就是匯集這麼多重的愛心 才可以有辦法成就 這次鄉親度過難關 特別是在醫院 那是一個搶救生命的地方 我們的志工也走到醫院裡面 也一起來感恩 這群受傷的警疫消通人 也來祝福這些受傷的患者 當然跟他感恩 這群守護生命 守護愛的醫護人員 我們繼續看第二段影片 一大早 林雅市府公修處的 紡視關懷團隊 已經悄然聚集起來 準備開始今天的 訪視工作 距離公修處不遠的 軟綜合醫院 在這次高雄氣爆發生當下 便啟動了大量傷患急救機制 第一時間裡收容了許多 因為氣爆受到傷害的民眾 與警消們 消防隊員陳順青 是目前能住院觀察的患者之一 還有一些水泡 還有一些水泡 還是水泡 還是水泡 正常的 這種水泡 但是還有一點小水泡 水泡消了就好了 這是正常的反應 現在比較小的 對 這種緊心的皮膚 對啊 對 好 氣爆當晚造成了許許多多警消 易消人員的傷亡 讓所有高雄市民心中相當不捨 而他們明知危險 能克盡職守 保護市民的精神 更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們 他們的精神跟勇氣 其實他們也是我們生命的導師 讓我們看到說 你看喔 他受傷了 在第一時間受傷了 可是他還是 就是說 他還是覺得說 其實他們所做的只是他們自己 盡他們工作的一點 一點點的力量 很客氣啦 因為我們就是把 正言法師的一個關懷 就是孩子的註冊費的問題 想要來這方面 給他們一個小小的協助 但是他很客氣認為說 他覺得可以再幫助更需要的人 那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知道他的狀況是 因為他是家庭的經濟主計者 那太太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把全球吃雞人所有人 包括我們所募到的款的 也給他一個安心 除了關懷 除了慈濟高雄人醫會的動員之外 民間公私立醫院之間的配合 與權力動員 都在這次 一次救災的過程中功不可沒 你們猜 那個在醫院裡面最不簡單 就是你們 謝謝 謝謝 有啦 我們現在這個環節 我們已經陸陸續續 有的都出來了 現在我們存三個在這裡 原來有五十一位 送到我們這邊來 那天一開始 就是病患五十幾位進來的話 對 忍重獲醫院就前院總動員 其內行政的全部都出來 全部都來一起來 所有的 所有的 在即興起那個時候 可能大家會比較忙碌 所以我看師姐他們也都很有 很安心 但是他也知道 都會問說 會跟我們交到中的 也會說 插到人家 對 都會 我們是很感動 那天三更半夜 就有師姐來了 也有師兄 那時候大家在急診 我就看到 哪裡需要幫助 就是會出現那種慈濟人 就如同慈濟志工 陳慧芳所說的 都留給眾人 無限的啟發與敬佩 一句謝謝 您辛苦了 也許輕如紅毛 但當你經過他們身邊 又或遇見他們時 給他們一個鼓勵吧 因為有眾人的愛心跟善心 讓醫院不再只是聞得到 藥水味的地方 不再只是聽得到 愛好聲的地方 而是一個充滿希望 有光明有溫暖的地方 像剛才惠芳師姐 走到病房裡面 去關懷那位消防人員 對 聽說你第一次看到 他們的阿嬤 善心寧寧寧寧寧 有心寧寧寧寧 太太 因為一個人受傷 代表了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 心思糾結在一起 對 沒錯 您8月1號 就去關懷這些患者了 您看到了他們的悲苦 您覺得我們給他們什麼東西 讓他們安心了 這段時間以來呢 我們也很感恩 軟綜合醫院 所有的醫護人員 他們都很配合 然後讓我們的師兄姐 盡去關懷之外 他們也看到他們 真的也是因為這一次 他們也很忙碌 可是他也看到我們的誠意 他也指引我們說 可能某個病犯 原本是在這個第十樓層的 可是現在已經轉到 師姐已經轉到十二樓層 會這樣來告訴我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臺灣其實是 大家是很有愛心跟散心的 這個部分 所以你在貼近每一個家屬的心 特別是警銷人員的時候 聽說您看到他們不退傳的到心 對 那個警銷人員 他們都還是縮小自己的說 這是他們的本分事 然後我們在關懷之外 一直讚嘆說 他們的精神其實是可以當成 可能是我們生命中的老師 他們都很客氣說 沒有 那是他們本分事而已 那他們也認為像說 在所有人的祝福之下 他也希望說 能夠趕快好起來之後 再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 這種不退說不畏說的精神 讓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也是要學習啊 您自己承擔這個和氣的仿視幹事 相信也看過了許多的生老 生離死別 也看到了許多天災人禍的複慧 這次讓你最大的學習是什麼 其實每一個人的一個個案當中 其實都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導師 都是在指導我們 所以除了上人要告訴我們說 是健苦之苦之外 其實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每個個案關懷中 其實也有他們要讓我們做學習的 對 這個部分 每個人都抱著這種歡喜甘願的心情 對 我們越來越甘甜 對嗎 像我們的民主師姐 承擔這個林雅區的和氣組長 你有知道說 事情發生他就是要出來 擔任這個志願 聽說第一天晚上就 騎腳下車拔倒去了 還是富商 富商要來跟師傭師姐帶動 特別是您在五全國小這個點 對 還看到仁衣會進駐之後 發揮的功能 是 聽說這個特別設立身心靈光環的部分 是因為看到鄉親的需要 對 怎麼說 因為有一些我們鄉親 因為受到氣爆以後 因為真的是受到驚嚇 嚇到 對 真的 以後這樣死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怎麼過幾季 所以在那個當下 他真的很惶恐的時候 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 他竟然嚇到 想從他們家樓上跳下來 很痛耶 想跳樓煮 對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他怎麼過日子 所以他很驚嚇 還好就是那個當下 他的男朋友 把他抓住了 然後他男朋友 就帶到那個五全國小來 然後剛好我們的仁衣會就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情形 告訴我們的醫生 那剛好那天 我們有一個仁衣會的醫生 是身心關懷科的 是 所以我們就跟五全國小 借了一個教室 比較隱密一點的教室 讓他們做互動 接連兩天 心理醫生跟那個這個小女生 做互動以後 把他的心能夠安穩下來 對 可是他也很不幸 就在第三天 他自己騎摩托車就用摔跤了 摔跤還好 因為他 活著就有希望 對 因為他就是 他那個精神沒辦法很集中 所以他其實好像是又摔跤 摔跤的時候 他還是想到我們的仁衣會 他就過來找我們仁衣會的醫師 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們跟他安撫 安撫完以後 本來他已經三天沒有吃飯了 到那個當下 我們醫生跟他安撫完以後 我們就問他說餓不餓 他居然跟我們講說我肚子好餓耶 所以我們就給了他一個便當 給他一個便當的時候 他本來還吃不下去 本來是給他的男朋友吃 後來他的男朋友一直勸他 結果後來是兩個 這兩個小女小 年輕人 應該說是年輕人 他們居然一個人 每一個人把一個便當都吃完了 表示他們的心已經安定下來了 那還有另外就是 也是我們的鄉親 他那個孩子是有躁鬱症 那因為經過這一次的氣爆 所以他那個孩子就一直吵一直鬧 鬧得全家都沒辦法休息 而且左右鄰居也沒辦法休息 他媽媽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帶到我全國小來 他本來是要去找那個社會局的 那社會局看到這種案子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找我們說 你們慈激 能不能幫我們處理這個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媽媽 這一對母子就接引到我們旁邊 然後再跟他互動 互動完以後 媽媽稍微心情安靜一下 然後這個孩子 經過我們跟他安復以後 那個心情也穩定了一點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你住哪裡 他說他住在玲瓏裡 他沒份吃 因為他沒水沒電 那我們的師姐就說好 那我陪你回家 看你家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幫你送午餐 幫你送晚餐 就這樣連續幫他送了幾天以後 那個孩子每次看到我們的慈激人 過去的時候 就很歡喜 就因為這樣子 跟他家裡的人互動還不錯 連他先生後來都認同 到後來我們最近這幾次 再去看他的時候 他先生竟然說 有機會的話 他也願意做付出 歡迎 當然我們歡迎 對 所以說很多人就是 彷彿掉到地獄裡面之後 又看到了光明 對 被我們救拔出來之後 他的心也轉變了 對 所以最後我們是不是邀請四位 每個人都來祝福我們所有的相親 好不好 趙龍師兄 感謝所有景義消 以及所有的工程的人 以及關心所有高雄的一個朋友 那高雄在年底一定會 遇火重新 遇火重生 重新再出發 感恩大家 感恩趙龍師兄 明慧師兄呢 感謝我們這些救難的弟兄 還有國軍弟兄 對這一次氣爆的補助 跟對我們高雄的幫助 感恩 OK 感恩 因為這次災難 讓所有的全台灣的 我們的師兄師姐 還有我們的一些鄉親 都能夠一起來關懷我們高雄 希望大家能夠讓高雄更好 讓台灣更好 OK 美芬師姐 好 在這一次呢 我也祝福人人 都能夠將這個善跟愛 再繼續傳播出去 祝福大家 真的希望大家 一人一善遠離災難 讓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寶島 以愛 以善為寶 我們一起為普天下 受苦受難的人都來祝福 希望大家家家吉祥 互互平安 大家都離苦得樂 感恩四位的見證喔 再次感恩所有幕後的英雄們 感恩你們 祝福大家 感恩